哈囉 大家好 我是Tommy 又見面了喔 那大家是不是常常出門啊 覺得電腦不在身邊 然後筆電又太笨重了 只有手機卻又想要完成一些只有電腦才能完成的事情 沒錯 今天就再來跟大家分享一款我最近接觸到的APP 非常好用喔 就是我們的Outray遠端控制 那首先呢 大家要先到我們Outray的官方網站 去註冊好一個帳號之後呢 接著在我們的電腦 還有手機的APP 都要下載好我們的Outray 下載完之後就會如同我畫面所顯示的這樣 左邊是我們的手機畫面了 右邊是電腦的畫面 那電腦這邊呢 會有一個屬於專屬他的夥伴ID 那要把它輸入到我們的手機APP裡面 完成之後記得在電腦這邊要選擇綁定喔 這樣之後出門就不用再驗證 就可以很方便的來做我們的遠端控制 那我們的Outray呢 現在其實有分成免費版跟付費版 那免費版就可以做到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喔 就是遠端的桌面控制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功能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出門在外啊 其實不一定可以 或是說不方便 讓我們的手機一直維持在遊戲畫面 舉例像是彈射世界啊 或是其他手遊 你可能在跟長輩吃飯喔 可能在跟女朋友約會 或在跟朋友聚餐啊 或是在KTV裡面 就整個氣氛是很high的 你總不希望科技冷漠嘛 也會被調侃 自己也過意不去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到我們的這個Outray喔 那你可以在我們的電腦模擬器設定好彈射世界 你就可以用我們這個來執行跟大家踢關卡啊 或者是刷一些副本啊 那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本身模擬器已經有寫過腳本的話 那這個功能絕對是更方便 基本上只要按一鍵之後 它就可以一直開始跑 付費版的話就更不得了喔 現在有推出一個遊戲的付費版 最主要呢 可以做到就是用手機來玩電腦的遊戲 這是完全超乎我以往的想像喔 雖然說大部分啊 比較技術類型 比如說像是FPS 或是一些MOBA類的遊戲 因為滑鼠的關係啊 手機去操控可能相對來講還是不順啦 但如果是一般的RPG遊戲啊 如果你是玩一些線上遊戲 我相信用手機玩就是絕對非常非常舒服的 那除此之外啊 也有PC控PC的功能喔 最高可以支持到144幀 體驗感還有流暢度 都是大大的提升喔 好的 那現在把畫面轉到我們的手機喔 我們現在已經綁定好了 只要在設備這邊點選 然後用桌面控制 就可以來用我們的手機遠端遙控我們的電腦喔 那我原本是直屏嘛 我先把它轉成橫屏 那這裡因為是這個OBS的錄製畫面喔 我們要先把這個畫面關掉 那把我們的滑鼠叫出來 如果像我們這個縮框啊 它在邊邊角角 其實你用手機操控的時候 它也可以移出去喔 方便你可以來把邊邊角角的地方點到喔 其實設計的我覺得算是蠻優秀 很人性化 那這邊就可以把我們的視窗縮小 這邊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功能喔 就是點開網頁 雖然說手機版就有我們的Gmail 但是很常你的手機裡面不一定有你可以用到的那個文件 比如說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可能廠商突然要我的身份證啊 或者是要我的這個戶頭啊 那有一些檔案嘛 尤其是戶頭 身份證可能還會帶在身上 那我的戶頭的檔案可能就是存在我的電腦裡面 那如果用我們的Outray啊 使用遠端遙控電腦 就可以直接從我們的電腦裡面把這個檔案傳出去 傳給廠商喔 這個是我自己用下來覺得非常非常實用的一個功能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功能喔 就是用我們的電腦 點開夜神模擬器 用我們的手機換另外一個方式來遊玩彈射世界 那也適用於其他的手遊啦 特別是那種掛機手遊 又或者是說你本來就是會用模擬器多開帳號 甚至是彈射世界的協力副本啊 你也是一個人開三個帳號在打的 就很適合我們這個功能 也適合下載我們的Outray喔 好 現在進入到我們的彈射世界喔 那我們就點到BOSS站 挑選一個好朋友的房間 那其實本來就有用手機在操作的人也知道 其實打談這世界的協力副本啊 只要開房的人喔 他有繼續在幫你按開始 你就可以完全掛機掛在那 那其實你用手機也是可以做到一樣的事嘛 那我們現在就更方便 我們用電腦 因為如果原本是用手機來執行的話 我們就要讓那個遊戲畫面一直在那 那其實耗電量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用我們的遠端程式啊 我們就可以使用電腦 然後掛在人家的房間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畫面切掉 然後去忙自己的事喔 OK 現在進入我們的水操喔 那我們就Auto讓他跑 那如果跑一跑到一半啊 如果像我一樣喔 有時候看這個AI不順眼喔 我們就可以點一下我們的模擬器畫面 欸 稍微來一個手操 有沒有 Breakdown 好 結算 打個PF 沒打到 有點戳 好 順利的刷完了我們的水操喔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掛機 監控一下 有點可惜喔 我們房間的位置已經被別人搶走了 但如果你是約好的情況啊 你就可以這樣子放著 然後去把畫面切掉 然後讓你的人在外面啊 手機不用打開遊戲喔 也可以一直來刷我們的副本喔 好 除此之外呢 如果我今天在外面啊 剛好想要用手機來玩一些Steam的小遊戲 譬如說我現在特別想玩節奏醫生 但是他又沒有手機吧 我們就可以一樣來用我們的Outre 然後用我們的遠端操控 來點開電腦裡面的遊戲 好 這邊我們看到遊戲畫面喔 他說要按空白鍵才可以繼續 這邊就可以講到我們這個Outre 的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用我們的手機來遊玩PC遊戲的時候 他有一個自定義鍵位喔 然後他這邊有一些官方推薦的啊 包含英雄聯盟 FPS DNF Overwatch 魔獸世界RPG這種啊 或者是像比較休閒的聯盟戰棋啊 還有賽車類的鍵位都是有的 那我們這邊就新建一個 因為這個遊戲啊 其實只需要用到空白鍵喔 我們就用我們的空白鍵 然後還可以調整按鍵的大小 我們就調一個超級大的空白鍵 然後保存起來 來 節奏醫生 確定 好 有沒有 就可以很方便來玩我們的節奏醫生 那我們就隨便挑選一個簡單的關卡喔 來試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感覺 空白鍵 開始 開始 一見 對 一樣 應該 那麼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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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順利完成了 中間有一些看起來畫面壞掉的地方 是這個遊戲本來就是這樣喔 並不是我們的電腦出了什麼問題 你的影片也沒事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Outrad的介紹啦 真的非常方便喔 那現在官方有非常多的促銷活動 不妨可以按下暫停看一下我們右邊的小筆記喔 除此之外呢 現在只要下載Outrate 使用我的序號 前兩百名喔 就可以享用七天的這個遊戲版會員 就可以嘗試用我們的手機來設定一些自定義鍵位 然後玩我們PC的遊戲 那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 就可以考慮來加入我們的會員喔 如果真的用不到這些功能的話 我覺得遠端控制免費版也是非常方便的 值得你下載一個這個App在你的手機裡面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